- 繼續節目的第二部份 澳門基本法規定99年主權移交 起碼30個私級官員的職位要由中國人出任 不過到現在連一個華人私級官員都未有 接班人成為嚴重的問題 很可能直接影響澳門平穩過渡 和澳門未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澳門現在有45萬人口 其中公務員佔16000人 平均每以28個人就有一個公務員 但是高級公務員的職位 長時期以來被澳國人壟斷 56個私級官員裡面竟然沒有一個是中國人 澳門還有兩年多就回歸 公務員本地化做得這麼緩慢 一早已經引起中方的得滿 中方官員在近幾年多次促請澳國 要加快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 中文官方化的所謂三化工作 我們雙方在會談中都認為 要加速三大問題的解決和落實 以確保澳門在高度時期的穩定發展 和1999年政權的順利交接 老平訪問澳門已經兩年了 但是仍然未見到澳國政府 在公務員本地化上高 做出顯著成績 中方官員在今年依然要救標重拔 通過中府之間的合作解決好三大問題 以及還有其他的一切問題 把它解決好 那麼這樣就為未來的政權交接 為迎接未來的特區政府做好了應有的準備 我相信日曆就是每一頁每一頁揭 始終1999年10月20日一定會來到的 我相信作為澳門政府 好作為澳門每一個留在澳門 或將來也會留在澳門的人 都有我們不同的擔心 現在澳門55個副司級官員裏面 只得五六個是華人 這幾個人都是近幾年至急的提升的 蘇朝輝是其中一個 我想我是比較好運氣的一個 為什麼好運氣 第一個就是說 我畢業於一個本地化過程 比較快的一個年代 乘著這個時機 可以是有一定的晉升的機會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也都很好運氣 入到這個教育的清延師 負責教育政策的教育的清延師 是落實本地化速度比較快的 一個政府部門 主要領導層都是懂得講 葡文和廣東話的本地人 我相信對於我自己最大的挑戰來說 是在一個經驗的方面 實際上本地化的工作 的部分是很快的 而在我自己本身的經驗裏面 這個晉升的過程也都很快 所以這個經驗上面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在澳門 要做公務員 就一定要懂得葡文 但是澳葡政府 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並沒有致力 在華人學校裏面 接受葡文 令到葡國人 在公務員街梯裏面 一直佔最高層的有利位置 現在是執業律師的林兆雲 在70年代做過公務員 她說那時候 根本沒有可能由華人做到高官 就是我那時候 政府部門看不到 中國人 全部都是那些低級那些 就是高級的工程師 技術人員 沒有一個 一個都沒有 中葡兩國在87年簽署澳門前途聯合聲明 澳葡政府開始舉辦 赴葡就讀計劃 派公務員到葡國住一年 實地收集葡文 過去十年 接近四百名華人公務員去過葡國 我覺得非常之好 這個計劃 因為以我自己為例 我去之前 就一點都不懂得葡文 真是零開始了 但我讀完這一年回來 我入職了政府之後 我覺得 我學到很多東西 很好 澳葡政府近年 在澳門也都開始了不少課程 培訓本地公務員的行政管理 會計電腦和其他專業的才能 培訓的任務 就主要由澳門理工學院負責 到現在 超過二千名公務員 曾經收讀過這些課程 在九零年開始 澳葡政府和北京合辦普通話課程 九五年就和北京國家行政學院 簽訂了協議書 開辦中國行政課程 而行政課程是專門設計給主管 和高級公務員 到現時為止 都有三百四十人左右 是受過這兩個課程的訓練 其實很明顯 就看到其實是有一個效果出來 譬如現在基本上 公務員的質素 其實都是在提高 跟你對十年前比 現在是好很多 公務員質素是提高了 但是本地化的進展依然緩慢 負責推動本地化的官員 就說要按部就班 我們處理公務員本地化 這一件事 其實是很審慎 很小心 很嚴格地要求 亦都是以往推行了 看見是有漸進式 很穩健地來發展 是取得成效的 公務員本地化 需要在中埔園合聯絡 小組道商頭 澳浦政府的官員黎祖志 在1992年聯絡小組道 曾經透露過本地化的目標 當時他說澳門政府私級官員 到1995年可以有一半 由本地人擔任 按照他的計劃 現在澳門應該有23個本地司長 和23個本地副司長 不過實際的情況是分別 只有6個司長 18個副司長 在澳門本島出生 如果用血統種族來劃分 現在司長級官員 就一個華人都沒有 副司長級只有5個 可以見到澳浦政府自己本身 提出的目標 都遠遠不能夠落實到 講句話 香港就有所謂令起勞動 我覺得澳門對公務員說 應該修補勞動 即將一些未曾健全的東西 是將它健全起來 高官管理法的工作做得這麼慢 即使在澳門出生的浦國人 歐安尼都很不滿意 我們澳門 各個市民 各個人和政府部門接觸的 都是統一一個意見 要改遍 為什麼事實上很慢 事實上很複雜 是看到出來政府很少負他的責任 的確澳門政府是很需要 在這方面 他真的要加一把勁去做好 不可以說完全是推卸到 因為本身澳門的社會 所以是人才不夠等等 面對這些來自各方面 眾口一詞的批評 政府官員不是有一在同身以下的觀點 我現在看的人緣本地化 已經是盡快地推行 假如麻木草率 厭小心地做一個本地化的過程 將來帶來的後果 是很可能不堪切上 除了那五十幾個私級官員之外 澳門政制和香港有一個很不同的特點 就是在澳督之下設有七大政務司 分別掌管治安、社會、福利、運輸、教育、司法、經濟等七大政策 他們的職位極之超然 相當於葡國政府的副部長 向葡國政府效忠 澳督委提立在去年一個記者會上 提出這七個委員因為屬於政治任命 所以不會立入本地化的範疇 他並沒有計劃在九九年前委任華人 或者中國公募出任這七個職位 因為內閣裏面就是這個政務司層 現在沒有這個叫做直通車的 換言之這七個重要職位 會在九九年12月20日主權回歸的時候 一夜之間變了華人 完全沒有延續性 戒指的震盪一定會很大 浦督這番言論引起輿論挖嚴 不過就未見到中方官員 有特別大的回應或者批評 長期在澳門做新聞工作的頻道機 就批評葡國人 根本不想將權力下放 講明了一種殖民利益所在 可以說 舉一個例子 好像一間店鋪要移交了 這個租俠本身有一大堆親戚朋友 在做一些好的高級的位置 當然要帶走 但當他帶走的過程 他都希望出糧出到最後一個月 然後才走 如果他過早將他的職位移交給新的一些人 在他來講 他是一個犯失 被視為民主派的吳國昌 亦都認為這個做法 跟陶國人管治澳門的心態很有關係 相對於港英來講 他並沒有一種心情 想培養一些政治精英 去保障一個親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 沒有這種心情 澳浦政府最新的目標 是在明年 即是回歸程的一年 完成五十幾個C級官員的管理法 這個目標究竟會不會又一次下去 但政府我相信 因為我本人的意見 葡萄牙政府是不會到九九改善這個制度 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九九後的挑戰 葡萄牙政府只是負了責任 就說到九九年 全部的司委、副司長等等是中國人 究竟那個料有沒有料有沒有內容 這些不關他的事 如果將來真是很無奈 到接鵬的時候 是一個殘缺的公門架構 那又如何呢 大家都有點擔心 這一點在未來特區政府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和挑戰 葡萄牙人管治了澳門四百幾年 還有兩年多就結束澳門的管治 何國人會為澳門留下什麼寶貴的制度呢 葡萄牙人特約時事追忌